中国人常讲量大富大了 你本来的心量 是包容变法界虚空界 一法不漏啊 你的心量是这么大 这叫佛 佛是自己 你本来是这样的 如来不思议境界境云 菩萨了至诸佛 即一切法界为心量 得随身人 或入出地 学生俗生妙习世界极乐 敬佛途中 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菩萨 这是大菩萨 不是小菩萨 大菩萨 别叫粗地以上 原叫粗住以上 他才了知 真正明了 知道 祝佛 即一切法 为 皆为心量 为是只有啊 心量是 我们学了还原冠了 就明白了 欢迎观赏 行一体 其二用 是三遍 这是三遍最后一句话说 韩荣荣 空游 这你本来的心量是这样的 在佛门里头有两句话 大家常常听到的 叫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这两句话就是 韩荣空游 韩是包含 包含虚空 荣是包容 包容一切万物 包容万法 这是本来就是 中国人常讲 量大 佛大 你本来的心量 是包容 变法界 虚空界 一法不漏 你的心量是这么大 这叫佛 佛是自己 你本来是这样的 所以得随身人 他能够很顺一切众生 你做事 他随身 你造物 也随身 这个很 真了不起 为什么呢 在他的见解里头 没有像我 为什么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执着 哪里山窝 不但山窝没有 染尽都没有 他的心 是清静的 平等的 从来没有起心动念 福颜看众生 使这么一个境界 或如初地 这些菩萨 这些菩萨 菩萨得随身人 菩萨 正得了 出力 随身 俗身 妙喜世界 极乐 静佛途中 他们晓得 这个世界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赶快到那里去 到西方极乐世界 清静阿弥陀佛 很有意思 引用这些话 都是佛经常说的 目的在哪里 鼓励我们 这一次的愿 不容易遇到 遇到了 可不要轻易放过 轻易放过 就可惜了 得来太不容易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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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